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丁寒 没有啊 我们可是老夫老妻了 大笑意 论练情侣 这不 姜伟才去了两天 就要丢了魂似的 是不是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 爱上姜伟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 这不得相思并 已经是男子汉了 你当着丁寒的面夸姜伟 你就不怕丁寒吃醋啊 我才不会呢 老陆 我还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 把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 尽快拿出去发表 你听我说 这一来是向世人表明 我们在这个研究领域里 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第二呢 也是向他们证明 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果 你看现在啊 像美国 法国 日本 都在不惜人力物力 研究这个成果 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虽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 我们还没有完全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 但是我敢说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几个项目 已经超越了其他国家 所以啊 我们要把我们的研究成果 尽快发表出去 这样一来 所有参加研究的这些国家 就会大吃一惊 对 到时候啊 他们就会拿美元 来买我们的成果 买我们的专利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应该 尽快地申请一个专利 把我们的论文 在世界权威的杂志上 进行发表 我完全同意 在这一点上呢 时间就是财富 也是对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这两天呢 尽快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等姜伟一回来 请他翻译一下 我把它带到 我美国的导师 请他在权威的刊物上 进行发表 看起来 急着等姜伟回来的 还不止我一个人 去 我才不像你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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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恨了 你可恨了 想我嗎 你說呢 當然 因為我也想你 一切都是你吧 公司總裁說我幹得非常好 他還讓我當華美公司的 總經理助理呢 那太好了 你就可以回來了 子思 我跟你開玩笑呢 我知道你是在開玩笑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呢 你今天都不能陪我 我也是 我也離不開你 僅僅發表論文 還不足以保證我們的這些科研成果 下一步我要考慮 向國家申報專利 在市裏的會議上呢 我詳細介紹了我們研究的進展情況 張書記呢也十分支持 只是科委啊 補出一百萬的狀況 進一步地改善我們研究的條件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江偉 你來得正好 我們正在念叨著你呢 你看 我們這論文已經寫好了 勞鄰大教 幫忙翻成英文吧 急嗎 怎麼說呢 當然實驗快也好 那我現在就去 江偉 我們還要繼續做實驗 你先回去了吧 這才辛苦你了 那有什麼 你去忙你的吧 那我去 卡拉奇先生 您怎麼回來了 今天下午剛到 你沒想到嗎 張小姐 您對我不信任 沒有 你幹得很好 很漂亮 我很放心 我來的就是為了 取他們最近的研究資料 免得馬上 再讓你回去 引起鋁江生的回憶 您放心 我會拉著鋁江生 跟我一起走的 張小姐 對鋁江生 你真的有那麼自信 我想試的 卡拉奇先生 這是他們研究的最新情況 都在裡面 這是他們寫的論文 讓我翻成英文 要拿到美國去發表 好 好 這個鋁江生 對你也太信任了吧 是啊 可是對我信任的 何止是鋁江生一個人呢 這個信息 這個資料 對我們很重要 我明天就回國 一定要 搶在他們的前面 張先生 你好 這是我昨天晚上連夜趕好的 你看看有沒有錯 真是太感謝了 我趕緊看一下 準備 申請國家和國際專利呢 大家辛苦了 以後有城管 我代表市委身政府 敬大家一杯 好 謝謝 請 江小姐 鋁江生先生在我們市裏 不僅是個領導人才 也是個技術人才啊 我們也歡迎你回來 我們這裡英文人才齊全 我說的 歡迎可不是強求啊 雞昭 你過來信 哦 快看 快看 Mr.張雞昭 I can only address you as such In all things Everyone must be honest When you were in America Studying and working I always thought of you as a man of integrity However what has disappointed me is this You actually took Someone's research and product And said it was your own And had me tell a lot of Important publishers of it I can honestly tell you now The real producers of the product Are already applying For international patents The product of this is Discussion of viability I too am participating in this Of course I understand you were pressed for results But science is science And cannot be faked Maybe these words will make you unhappy But I really hope you can learn this I have sent the magazine You read it carefully You ready to sleep Iа CHURSD Tak 材料都从我们三个人手中出去 这怎么可能呢 出来了 这么浇美 先别忘了 我们再想想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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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来的时候 我一个美国朋友送给我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 这都是我回国后在反复的事件中摸索着的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 我们还可以从别的心电领域开始 再说了 再说了 如果经有这事 迟早会弄灵牌 刚才我回到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我回到江伟的住处看了一下 我保管的那边的资料呢 都在 我放的东西我清楚 能有东西 老吴 这是多新闻 我们千万再这么想 也不能把这事 老鼠江伟 让大家都不好 五哥 你千万会对江伟说 这样我们大家都不好相处 弄不好 还算有点钱呢 这样 对江伟 对我们 尤其是对你不好 可是现在这样 我怎么向市委市政府交代呢 上次的会 我大话已经说出去 这样就更不好说 那都说我们的研究 跟国外的距离 还剩下很大吗 不行 不要再说了 我们去吃饭了 要不然 江小姐又要说 没这个时间观念 昨天上午 我们接到省检察院的 中央投报 美国相关单位 和我国相关部门 相互通信息的时候 发现我是科委副主任 鲁江生在美国 有一笔30万元的存款 是上一年12月24日存的 据资料反映 存款人是美籍华人江伟 那有没有关于江伟的情况呢 江伟 现在是华美公司 总经理助理 是美方派出人员 我们所知道的就这些 昨天晚上 我向市委领导 汇报工作的时候 方市长提供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就是这个江伟 和鲁江生是恋人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里面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决定 对他们实行外围调查 那上级还有什么具体指示吗 鲁江生跟江伟都在我们市里 所以这个案子由我们来办 院领导决定 由你们两个人接受这个案子 有什么困难的想法 谈谈吧 鲁江生分管科技开发工作 是不是利用了职权 给了华美公司一些特殊的优惠 而美方私下又给了鲁江生好处 鲁江生怕把钱存到国内被人发现 而让江伟把钱存到了美国 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这只是我们分析 这笔存款的疑点很大 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只是怀疑 市领导对这事非常慎重 要求我们不要正面接住鲁江生 我看江伟能替鲁江生去美国存钱 可能知情 何止是知情啊 我看是合谋 尽管我们可以秘密做些调查 也难免会走路信息 我建议先把江伟监控起来 防止他逃回美国 好 我向安全部门通报一下情况 争取他们的配合 好 这个江伟来公司的前几天呢 美方经理施特朗对我说 要来一名英语翻译 是他请来的 这个当时呢 我还问了一句 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个施特朗说是从美国总部要来的 其实呢 我们公司英语翻译已经不确认了 但考虑到我们双方的关系嘛 我也就同意了 这个江伟第一次来公司 给我的第一印象 人长得很漂亮 我想可能是施特朗的人吧 他是英语翻译吗 是的 其实呢 我们公司要翻译的英语资料啊 也不多 江伟翻译过几分 他水平还是不错的 我们呢 也不要求他每天上班 所以呢 我们也不经常看到他 他在公司外面住 江伟给我的感觉吧 神神秘秘的 每隔一两个月呢 还要回美国一趟 去干什么我不知道 没人知道 那江伟去美国的机票 是公司里给报的吗 没有 所以这事我也很纳闷啊 江伟是鲁嘉身的恋人 你知道吗 有这个事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啊 嗯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鲁嘉身在美国 有三十万美元的存款 是将为去美国提他存的 那么 请你实事求实地讲 鲁嘉身在对你们公司的问题上 有没有给予某种特殊的优惠 比如在土地征用方面 还有在减免税收方面等等 所以你们公司私底下 给鲁嘉身一些好处 我敢保证绝对没这事 我作为中方总经理 如果有这个事的话 我不会不知道 据我和鲁主任接触 他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的 我们请他吃饭啊 请他跳舞啊 他从来不来 公司新产品出来的时候 我们送了他台电脑 他也给退回来了 这些可都是事实啊 所以鲁主任在我的印象中 他不是那种贪钱财的人 今天呢 我们和你谈的这两个人的情况 只是一般的了解 请你不要外传好吗 这个我知道 你们放心 我总觉得姜维啊 是个非常神秘的人 如果使太郎 把他作为情人弄到公司里来 那姜维跟鲁嘉身之间 怎么谈恋爱啊 对吗 根据鲁嘉身现在收入的情况 他不可能有三十万美元 如果之前是姜维的 他和鲁嘉身又没有结婚 他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存款 用鲁嘉身的名字存入银行 我觉得 他们之间 一定有什么秘密 我们要找张一超聊一聊 看看有什么线索 那还等什么 赶快走啊 对 有关姜维和老鲁之间的事情 我不知道好不好说 一个不要瞎说 我们没有证据可以欢迎人家 没关系 我们来主要设备了这家情况 你们有什么想法 可以谈一谈 我们和老鲁一起 研究这个816工程 是在很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可是 当我们即将向世界宣布 我们研究成果的时候 却被美国的一家公司 抢先公布了 从他们公布的情况来看 有窃取我们研究成果的嫌疑 这件事情 整个研究过程 我们都没有向外界透露过 一朝到现在都没有想通过 怎么说呢 我在美国留学工作期间 就已经参与了 他们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 美国的研究人员的水平 和我们的研究人员的水平 是差不多 但是思路不一样 正因为这一点 他们也曾用优厚的待遇 想挽留我 但是我还是想回谷 也算是为自己的国家 尽一份力吧 但是从目前公布的这个研究结果看 却好像与我们所进行的研究 在思路和方法上都不合 而且惊人的相似 这一点是非常可疑啊 那姜伟经常来这儿吗 老鲁是这项功臣的负责人 并且参与研究 姜伟和他又是恋人 那么他这儿随便进出 我们都没有把他当成是外人 原先那份论文 还是请他帮忙翻译的呢 你们知道鲁江生和姜伟是怎么认识的 那可巧了 他们的认识啊 纯属偶然 那天鲁江生请我和易昌到一家茶室去喝茶 怎么样 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鲁江生和姜伟就是这么认识的 好像很偶然 但是也很巧合 从那以后 他们就恋爱了 这也太巧合 太偶然了吧 好像不太像生活里发生的事啊 对了 他们俩关系怎么样 应该说挺好吧 老鲁是爱姜伟的 姜伟好像也挺专一的 那么他们好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两个人怎么说呢 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好像已经出在一起了 有人说鲁江生在美国有三十万美元的存款 你们信吗 不可能 这肯定不可能 鲁江生的经济和家庭状况都不允许这样 鲁江生曾在美国留学 会不会是勤工解学挣来的钱呢 这也不可能 我在美国的时间比老鲁的要长 而且收入也比他高 我们回来的时候 大概也只有十万美元不到吧 再说了 这人已经回来了 没有必要再把钱留在美国吧 江美经常来实验室吗 对 经常来 他来的时候 有没有带什么东西 东西 他也没什么东西 我想起来了 他曾经送给我们一个精致的小钟 小钟 能不能拿来给我看看 这个小钟吧 江伟说是他来中国之前 一个美国朋友送给他的 他怕老鲁 在和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 没了时间观念 谢谢 谢谢 记忠还挺精致的 你们在和江伟的接触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常的情况 没有 相处挺好 没什么反常 我心中总有一个疑点 但是又不好说 甚怕影响老鲁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再说了 也无凭无据的 那是什么疑点呢 在我们决定公布之前 江伟曾经回了美国一趟 他来到中国之前 在美国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们可以对他说是一无所知了 也可能这是我太多疑了吧 这有什么好多疑的 江伟回美国是正常的事 听老鲁说 他明天就要回美国 明天什么时间 好像是 明天上午8点50分的半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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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请你跟我来一下 把包包打开 我们立行检查 谢谢合作 这是我刚买的 我看做得很精致 想送给我的朋友 对不起 请你们别耽误了我上飞机的时间 对不起 我们不会影响你上飞机的时间 我们要检查 真的来不及了 你们要是不放心的话 这个小钟就送给你们了 我有急事 我可以走了吗 不行 你必须得跟我们走 小伙 你送给鲁江生和张艺少小钟 我们已经查看检查过 你们装的硬盘录音机 布的内容 你要被听听 不用了 我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不愿意交代问题 希望你交代事情的全部过程 争取从不处 我并不情愿做这些事情 但是 我已经身不由己了 说吧 谁指派你来的 美国 EMG公司 你来中国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我在美国 学的是生物专业 毕业以后 进入了EMG 科技情报部门 专门从事 手机生物方面研究的 情报搜集 卡拉奇是我的上级 这次他给我的具体任务 就是以华美公司的 英文翻译的身份 找机会获取 816生物方面的研究资料 你以鲁江生的名字 在美国存了三十万美元 鲁江生知道吗 鲁江生并不知道 那你之前是怎么来的 是工程情报的报酬 你替他存钱是为什么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 我是真心爱他 你真心爱他 又为什么害他 是命运 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 我就知道 是命运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鲁江生是人大代表 河北副主任 报警是人大批准 我们决定对他实行 监视居住措施 为了缩小影响 市里面通知他到大清山庄去开会 等他到了大清山庄以后 你们宣布决定 这是决定书 注意证刺啊 嗯 你们也在这儿啊 我是来开会的 卢主任 我们有事找你 跟我们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帮你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吴主任 现在我宣布 对你实行监视居住 这是决定书 你签字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志文 你说吧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降维的 就是那个小钟 我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跟我发那么大的火 我正要问你呢 你说 你为什么老盯着我呢 因为 我喜欢你 爱你 是吗 你真的喜欢我 真的爱我 你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已经跟你认识那么久了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吗 我警告你 我警告你 对你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说 你在茶室摔倒 是不是就是一出自导自演的戏 你 江生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在那认识的吗 你还是不肯说是不是 那好 我拿给你看 这是什么 你说 这是什么 难道要请安全局的人来告诉你 这是什么吗 我说 我说我说我说 其实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是什么 我说 我承认 我我肯定 因为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情愿被自己真心相爱的男人送进监狱 我乐意 真的 可是 在你把我送进监狱之前 我想提醒你一句话 我进了监狱 你会好过吗 你这个主人还能当下去吗 想吃了 其实我们还有一条生路 我们可以去美国在那里定居好吗 你还记得 在湖边我跟你说的话 嗯 如果有一天 我回美国了 你怎么办 好男儿四海回家嘛 再说了 你要是回了美国 那我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 我 你自己做得好吗 好 你把我做得好吗 我 把你做得好吗 我该做得好吗 先生 还喝吗 时间不早了 我知道 知道 你给我再拿酒来 我还要喝 你怎么这一样 我没醉 没醉 我今天要 痛痛快快地喝 你昨天晚上喝了太多的酒 我找了好多地方 才找着你 幸亏没有其他人 那我昨晚 没有胡说吧 没有 姜伟 我爱你 真的 可是现在 你让我怎么办才好呢 我也是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也爱你 永远爱你 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我不是想念你 是 我 我 你 看你 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 也怪我一生糊涂 这不是一时糊涂吧 在你得知姜伟的身份以后 你本可以向组织上汇报 可你又做出这样犯罪的选择 这怎么能说是一时糊涂呢 我承认 可是我 我爱姜伟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真实 我犯下了许多 许多 对我和错误 我愿意接受法律对我的认可承认 也希望别人呢 能从我的身上吸取教育 听过这么一个古老的预言 说的是海妖想吃人又上不了岸 于是变成一条美人鱼 每夜在渔夫的房子外歌唱 知道真相的渔夫 绝不上当 直到有一个晚上 渔夫看到美人鱼 奄奄一息地躺在海边 魔咸 由于 和 美人鱼 幻下